这是佛用古诀 做我们运行 古诀就是阿弥陀佛 这就是名号 我们今天 只要念这句阿弥陀佛 口念不信 信里头都有 有口无信 不产生效果 古人讲得好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最重要的是 心里头真有啊 只要有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行了 就不可思议 如果再能把这一句阿弥陀佛 什么意思都搞明白 搞清楚了 那你就太殊胜了 那怎样搞清楚呢 这一部经就是 加拿摩阿弥陀佛 你把这部经真的理解了 真懂得了 透彻地明白了 这一句佛佛的功德 这一句佛佛的功德 比什么都大 他能够帮助你 在这一生就做福去 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的成就不会比他逊色 所以不需要长时间 不利于三期 三期是三大阿弥陀佛 这这样时间不需要 顿如佛指 顿是立刻 你就能证得佛指 我们这才明了阿弥陀佛 证佛菩萨 对我们有多大的恩德 知恩 报恩 不知恩 他就不会报恩了 知道恩德了 这就需要的报恩 那这个恩怎么爆发呢 我等遵义佛事 从文字薄弱 而其观照薄弱 如十相薄弱 使命 净何分 何时承担领受的意思 我们就会遵照 真正会遵照佛的开始 从文字薄弱 金本是文字 二期观照 经典里面的道理明白了 经典里面的教诲记住了 能够把它落实 在生活当中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带人借物 这叫观照 也就是全用上的 那现在人所说的 何修何用 那不是学了没用 管用 何修何用 如 与实相 这个如是你真的 正得一切法典 真实相 对于这些现象 彻底搞清楚 科学家今天发现了阿赖 阿赖 阿赖的三细相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被他们发现了 还有一个自然现象 究竟是什么 这个还没搞清楚 物质可以说是透彻清楚 精神只知道一半 精神现象 从哪里来的 现在还是问题 科学家的报告 精神现象是 无中甚有 这个话 我们听得懂 一般人听不懂 五 怎么会成有儿 啊 佛告诉我们 精神现象 从哪里来的 从自信 生出来的 自信 能生 能病 但是自信 他本身 没有现象 他不是物质现象 五根接触不到 言而逼选神 神 都接触不到 他不是精神现象 所以你也想不到 第六意识 对他不起作用 他不是自然现象 但是 他能生自然现象 能生物质现象 能生精神现象 他能生 所以他不是死的 他是活的 那因为他什么现象都不是 科学 这学 这学想不到他 科学的时候 发现不了他 所以说他是空 他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我们六根 所接触的这个现象 全是他变现 连虚空 都是他变现 虚空不是真 虽空不是真 虽说无 也说得相当好了 但是这个无 不是什么都没有 不能做空无将 他有 他能生 他能生 能血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能变 此地 祖师诸诸解的意思 必须我们能正如实相 这才是真正 保门者 我们没有正的实相 不能受伯父恩 实相是四十真相 彻底 明白了 觉悟了 我们就成佛了 入狱设相 就成佛了 自己修行成佛 才叫保佛恩 为什么 佛就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